整個校園內空蕩蕩非常安靜 從大門往內看幾乎看不到什麼人 宜蘭投城的蘭陽技術學院 由於招生人數逐年減少 有的班級甚至一個班只剩一個人 將於一百一十一學年度停班 有五專部四年級的學生 再一年就要畢業 得知學校停班消息非常錯愕 希望可以原校就讀原校 每個同學的家長都一定是很憤怒的 校友聽到後覺得非常可惜 他畢業段書以後 其實蘭陽技術學院在一百一十學年度 就已經停招 董事會評估無法繼續捐資後 把停班計畫承報教育部 教育部也在五月二十三號同意停班 董事長劉時淳表示 其實從一百零三學年起 學校收支就沒有打平 這七年來董事會已經捐資四點七億元 但營運狀況還是沒有好轉 停班是不得不的選擇 下方對於教職員和學生 都有妥善規劃 教職員部分 比照私立高中以上退場條例 發放最高六個月資遣費 學生部分會轉到其他學校 董事會提供每位學生一個學期 一萬五千元的助學金 到應屆畢業為止 蘭陽技術學院 預計在六月底召開安置說明會 希望能讓在校師生權益獲得保障 記得林醫生王一德 宜蘭報導 教練 Cabinet 感谢观看